巴黎香下庄市场综合大楼总工程费约两亿元 在台北县政府和台电的补助之下 工程终于顺利完成并且在2月3号正式启用 由代理厢长陈青海担任主机关 包括县长周席伟前厢长科技厂等贵宾的见证下 完成助导仪式 巴黎下庄市场综合大楼也在这一天正式启用 总工程费用耗资2亿元 这栋地下一层地上六层的多目标使用综合大楼 拥有市场活动中心图书馆提供多样化的使用空间 我们不但下庄把它做好了 旧城这里训堂这里老千三个村子都有活动中心在这里 我们县政府还把图书馆在这里设起来 因为绝对需要图书馆了 市场也要做起来 这栋多功能的综合大楼启用之后 民众不用在舟车劳盾 前往邻近的乡镇购买民生用品 而未来公所也将整顿周边的环境 让这里成为民众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另外一篇新闻沈志永林锦于巴黎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